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周佩奇 玩偶医院 佩奇 乔治 还有苏西 拿着最喜欢的玩偶在花园里玩 乔治拿着恐龙先生 苏西拿着企鹅 佩奇拿着泰迪 泰迪 我们今天玩什么游戏呢 你想从山上滚下去吗 好的 我们去泥坑里面跳来跳去吧 你说什么泰迪 你也想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吗 没问题 跳 跳 跳 佩奇脚下一滑 摔在了泰迪身上 真是抱歉 我坐在了你的身上 你们几个玩得开心吗 开心 很开心 初妈妈 哦 泰迪 你看起来有些不舒服 为什么这么说 泰迪身上沾到了泥 哦 我之前带企鹅去了一次玩偶医院 现在它又像新的一样了 玩偶医院是什么地方 玩偶去了那里就能够恢复健康 它们会被清洗干净 加满填充物 有的时候还能给它装上声音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苏西 我非常喜欢 苏西 哦 妈妈 我们也带着泰迪 去玩偶医院看病吧 好不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啊 这里是玩偶医院 你好啊 兔小姐 你好 佩奇 欢迎你们光临玩偶医院 我们可以把一个这样的玩偶 变成这样的玩偶 你带生病的玩偶来了吗 我带了 这是什么 小老鼠还是小狗 这是一只小熊 哇 那这样我就不用再检查它是什么了 啊 还有一头恐龙 两个都预约了检查吗 是的 谢谢 不用客气 请你告诉我小熊 你怎么会变成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泰迪从山坡上滚下来 然后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还被压在身下 怪不得你看上去病奄奄的 等我帮你看完病之后呢 你可别再滚下山坡 在泥坑里跳 或被压在底下了 可是那些都是泰迪最喜欢玩的游戏 你看起来松松软软的 我想只要再填充一些东西就行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 这只大象有点伤心 可只要再多填充一些东西 可是泰迪就喜欢现在这样 谢谢你了 兔小姐 那恐龙先生要填充一些东西吗 那好吧 泰迪要换新衣服吗 我们这里有时髦的水手服 可泰迪她是女孩 女孩也可以当水手啊 佩琪 是的 可是泰迪不想成为一名水手 那飞行员怎么样 不要 是海潜水员呢 不要 那公主装怎么样 我觉得泰迪不需要新衣服 她这样就很好了 谢谢你 兔小姐 那恐龙先生要换吗 不要 那好吧 泰迪需要新眼睛吗 有句老话说得好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是什么意思 这稍微有点复杂 你们看看这些眼睛 这里有绿色的 蓝色的 还有这种眼珠会动的 但是换了那种眼睛 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她的心灵了 我想泰迪没有必要换一双眼睛 谢谢你 兔小姐 那么恐龙先生呢 她需不需要新的 不要 好吧 还有样东西泰迪可能用得上 就是新的生意 生意是塑料合发出来的 只要把这装进身体里 你好 我奥姆 但是我的泰迪不是那样说话的 我好高兴 我想要去玩 不是泰迪的生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个是企鹅玩偶的生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苏西 恐龙先生 你要装一个新的生意吗 显然恐龙先生不需要 现在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你给洗干净 不用 我的泰迪不需要清洗 那好吧 都检查完了 结果非常好 泰迪和恐龙先生的健康完全没有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是付现金还是刷卡 泰迪 我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会一直喜欢你的 泰迪不需要